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本场比赛也是正式开始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乐视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2轮 由石家庄永昌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天津泰达队 看看在左边路 米浩伦 速度不错 左脚再传 投球百度一下 门前后点还有机会 再传 这边马修斯 近在咫尺 又是杨启鹏做出了精彩的铺就 紧接着是马修斯的打门 只可惜杨启鹏啊 站位非常不错 力保成本不错 面对的是潘喜明 现场也是有一些语示的 左脚再传 这边偷出攻门 又是马修斯啊 近在咫尺间顶了一个高射炮 右脚直接打门 这边关阵 毛建青 毛建青在救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拉伤了 这个进区之内好像勇昌队又有一个球员 球员倒地了 但是太大队继续进攻 外围打一脚 再射门 哇 这边球进了 第23分钟 胡仁天 先为天太达打尽一球 刚才其实勇昌队有一个球员啊 是倒在了禁区县附近 太大队抢到这个皮球之后继续进攻 在禁区县这边完成了一次射门 左脚再传到了禁区内 中路偷球攻门 正到了一个上脚 又是杨启鹏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飞扑 青叔远臂把球给扑了出来 进攻的能力 包括传球能力 扣回来 黄世博过得漂亮 再打门 外围还有机会再射 门前 投球攻门 看看这边 扳平了比分 扣一下 缓过了防守球员 再打门 挡出来之后 反弹 找到一颗 看看这边 黄世博直接是奔向球门方向 防守了 再补射门前的救险 刚才门敌差点是轰开了泰达队的大门 这一下在门线上李源一是救险 左脚看到了禁区内 投球蹭到了 但还是偏出球门 李超 这次应该是被潘启明给挡了出来 卢本再传到了禁区 中路 投球攻门 这边球尽了 进球的是马修斯 泰达队的后防球员啊 没有站住位置 马修斯来了一个假动作 先是往前走突然的后撤 然后高高跃起 单脚点地 登空八步穿云纵 然后是投球破门 要换人了 要换人了 泰达队这边新元埃伍纳 披挂上阵 换下了迪亚涅 这也是埃伍纳中超联赛的首秀 贵家康上场之后非常的活跃啊 因为他体能非常不错 斜45度的长船 投球攻门 扳平了比分 这个进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进球的是代表侍卫曹阳 再来看一下 这一下已经没有人盯他了 高高跃起 而在中路的防守端 有两个大高个 云纳纳维奇和曹阳 在想补位的时候离开 慢了一些 而在中路的防守端 永昌是出现了漏人的情况 盯人不解 帕切科非常非常的开心 听说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种昌势 坐镇主场2比2与天津泰达 握手言和 双方是各取一分